花蓮市公所8月9号开始展开了狂犬病疫苗预防注射还有宠物登记服务 请饲养狗或猫的民众在指定时间内就近到指定地点来施打疫苗 并且要办理宠物登记给宠物一张保护的身份证明 花蓮市公所8月9号起到8月31号受理狂犬病疫苗注射以及宠物登记服务 市长魏嘉贤表示人要打疫苗家中的毛小孩也要记得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以保障宠物的健康 除了人要打疫苗之外宠物你爱他的话也要把他带出来打疫苗 那我们在今年也从8月9号今天开始到我们8月31号总共17场的一个我们疫苗的施打 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市主都能够把狗狗带出来注射狂犬病的疫苗 那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在国府里的部分 国府里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市主也把宠物带出来 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国府里这边有发生过白鼻心 还有一些有狂犬病的一个症状的部分 所以今天来做一个公费上面的一个施打 那我们也呼吁所有爱狗的主人们一定要把我们家里面的狗狗带出来做相关的狂犬病施打 那避免掉他有疾病上升的问题 那也恳请所有的市主 如果说资讯你不了解的话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的网站 我们跟动物防疫所一起在做个里的一个巡回施打 也欢迎大家密切注意个里的施打时间 然后带自己的宠物到活动中心来做相关的疫苗施打 华联市公所和华联县动物防疫所共同合作为宠物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还有晶片植入和宠物登记 请市主要携带国民身份证以立登记资料 而由于目前还是在防疫警戒二级 市主也要佩戴口罩并保持1.5公尺的防疫距离 如果民众没有办法在排定时间内完成预防注射 也可以到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 或者是花莲市各个合格的动物医院来办理 相关的施打地点和日期 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的网站来查询 介络会幻市报道